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那 最近巴塞罗那出了点事情啊 如果你不是巴塞罗那的球迷 估计你会感到震惊 另外可能还有一点点小兴奋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巴塞的球迷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点都不震惊 心如之水 没什么好震惊的,对吧 又不是0比3领先被翻盘了 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 很多人就在讨论啊 是不是需要把内玛尔召回来 这样可以带着巴塞罗那复兴 我们今天开一个生涯模式啊 看看内玛尔能不能拯救巴塞 经理模式 这里我们都不选 连光头都没有 我们就选一个最接近光头的吧 名字 Pep 信 瓜 瓜 财务非常低 很正实 我们会模拟所有的比赛 如果球队进了欧冠的决赛 我们自己来打 挑战一下选终极吧 转会窗口 一定要的 我们要把内玛尔召回来 屁瓜瓜 跌破众人的眼镜 这么不给面子的 1.19个亿 没有解约金 我们直接来掐谈购买 我们开始吧 好吗 好 我们给1.2个亿试一试 报价太低 问我要2亿 他是不是不太了解我呀 我在UT里边连对付都不愿意QS 你问我要2亿 我都想结束谈判了 我们还个价吧 我们1.5亿 可以了吧 感觉不能再高了 坚持我们的标价 疯了吗你们 1.8亿不能再高了 不能再高了 他们是2亿买的吗 对吧 打个9折可以吗 What 我还想谈 不能谈了 我们来重新读个档吧 所以我们是有超过2亿的转会费 那也不能乱滑呀 所以我们上次是70价出低了吧 1.53 还是要这么多 我们这次出1.8 一点都不还价 What 我点错了 No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报价再高一点 1.6吧 够好极了吗 还价 这次就1.8 207 1.9 能省就省 成交 所以我们省了3000万 对不对 总觉得还是买归了呀 我们存一个档再试试 这次我们直接1.8亿 看看什么效果 我感觉应该就秒了吧 要的更高了 1.9不能再高了 再高了我独挡了 报价很合理 好我们接下来谈薪资 俱乐部的角色 关键 可以 希望4年 4年可以 我们只需要你一年 不添加解约条款 终于想明白了 这个25场给800万 这个有点过分了 还有350 我们再还一点 34万 好成交 欧冠小组赛 我们是F组 国际米兰 多特蒙德 布拉格斯拉维亚 梅西对我表示欢迎 我对未来感到兴奋 梅西更开心了 好我们内玛尔加盟 点球没有掉 不错 我们再调一下阵容 我们比跌上 赛没多少 内玛尔首发 格里兹曼替补 没毛病吗 阵型我们就用默认了 战术也默认 好我们正式开始新的赛季 本来买了内玛尔 并没有看我们的预算 还有5300万 模拟的时候 他还会出自己的球员 我们来到欧冠的第一场小组赛 客场对多特蒙德 好我们最终是凭借皮克 第61分钟的进球 客场1比0 冬季转会窗 这里我们就不跳过了 要不然他把我的人都卖掉了 联赛方面 我们是49分 领先 马德里竞技3分 内玛尔24球 哈哈 阿尔巴 8球 梅西呢 他不是把梅西卖了吗 苏亚雷斯重伤啊 欧冠小组赛 我们是6场全胜 1%决赛对阵里昂 欧冠赛场上 内玛尔7球 阿尔巴6球 阿尔巴是去打什么位置来 难怪左路被爆 梅西呢 好 内玛尔受伤 还好只是三田 吓我一大跳 西班牙超级杯 对阵皇家马德里 苏亚雷斯 刚刚上誉复出 我们让他替补 格里兹曼手法 我们最后是利用苏亚雷斯替补 上场以后 75分钟一个点球 获得了胜利 现在是西班牙超级杯 决赛 巴塞罗纳对马德里竞技 好 很可惜啊 我们1比2输掉了比赛 91分钟 我们被科斯塔绝杀 西班牙国王杯 我们是遭遇了马德里竞技 最后我们是凭借皮克 第59分钟的进球 1比0战胜了马德里竞技 我们的前锋都在干什么 助理教练在赛前说 我选择的队长缺乏领导特质 我的队长是梅西 你是不想混了吗 我去赛梅多 还有解约金呢 没有右后位了 赛梅多已出手 怎么办 我是说败人怎么办 他的右路要废了 没办法 我们只能拿费博尔打右边 电脑是先给我卖了萝卜托 然后又强卖了赛梅多 是非常有先简之名 两个右后位根本没有用 好 我们很快来到了欧关的1分之1决赛 课长2比0战胜李昂 竞技的概率已经非常大了 对阵李昂第二场 最终我们是在主场 4比1战胜李昂 内马尔两球 欧关1分之1决赛 我们抽到了黄马 国王杯决赛也是对阵黄马 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内 三场国家得比 布斯克斯商缺两个月 吓我一跳 还好是缺席两天 我的门神啊 我们让比爹来打布斯克斯的位置 欧关1分之1决赛 第一场 主场对阵皇家马得理 阿图尔开场1分钟拿到红牌啊 内马尔26分钟先进球 卡赛米罗3分钟以后扳平 好在最后时刻阿尔巴又是阿尔巴打入决胜一球 但是对方有一个客场进球 很不利啊 欧关1分之1决赛第二场客场对阵皇家马得理 好我们最后是打成了2比2平 我们非常幸运 还是对阵黄马 这次是国王杯决赛 我们看看这一场黄马能不能成功复仇 好我们又是非常幸运 3比1战胜了皇家马得理 这样的话我们就捧起了西班牙国王杯 我们边后卫人荒啊 阿尔巴竞赛 我们让乌姆弟弟打中位 让狼哥打左边 欧关半决赛 第一场我们客场对阵慢成 我们没有左后卫啊 看看狼哥能不能顶住 我们被竞赛的左后卫 射手榜排名第二 希望不要大比分失利 啊 1比0 还有希望啊 1比0还有希望 西尔瓦第26分钟进球 What 阿尔巴因为累计太多黄牌竞赛 还好说的不是欧关 但是我们球员体力明显不足啊 好我们来到了欧关半决赛第二场 主场对阵慢成 这一场我们左后卫阿尔巴回归 啊 很遗憾啊 最后是因为客场进球被淘汰 阿规罗开场第四分钟就进球了 虽然梅西和比达尔连进两球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客场进球 止步半决赛 最后联赛我们是以106分的积分 获得了联赛冠军 我们整个赛季 只平了一场 输了两场 在联赛中 内玛尔38场比赛 进39球 拿到了最佳射手 另外内玛尔还有14个助攻 西班牙超级杯 我们是输给了马德里竞技 西班牙国王杯决赛中我们3比1战胜皇家马德里 拿到了冠军 利物浦在欧冠决赛以2比0的比分 战胜了曼彻斯特城 捧得了冠军奖杯 内玛尔12场11球 拿到了欧冠的最佳射手 我们的左后位阿尔8球 总体来讲内玛尔表现还不错 我们一直安排他打左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直进球 整个赛季进了50多个球 虽然我们半决赛 因为客场进球被淘汰 但是我们整个赛季来看 还是可以的吧 好我们巴萨球迷的歪歪到此为止 大家觉得内玛尔能拯救巴萨吗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 如果希望看到更多FIFA相关的视频 请订阅和关注 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下期见